近两年呢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无论呢这个楼市的刺激政策有多么的好 无论多么鼓励大家买房子 可是大家现在对房子的热情并没有那么高 很多人呢有了房子 现在呢就是持币观望不买房子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 就是间接的加剧了我们现在房地产当中的金融风险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钱没有源源不断的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但之前负债的规模已经形成 那么这个时候钱不轻易的进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房地产又牵扯了80%的其他行业 影响着民生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讲一讲 其实呢就房地产的路有很多 不只是调控这一条路 应当呢允许开发商出现自救的行为 具体来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么我们当前房地产的一个模式是什么呢 之前呢是有大量的购房需求的 于是大家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以房子的金融属性为首开始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房子不再是单一的商品 而是呢承载着老百姓的希望 也是财富的象征 结果呢我们的房价越来越高 我们的交易量越来越大 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很多普通老百姓受不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去买 于是政府呢就开始进行调控 就像呢这个家长管孩子一样 对吧 你调皮的时候呢 我就给你管控起来 哎 如果你呢你听话的时候呢 我就给你一颗早吃 那么调控了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发现一点 就是房价呢 到了某一个时刻 它居高不下了 也不往下跌 仍然坚挺 但是呢 作为普通老百姓 还是买不起 于是呢 金融风险就开始加剧 金融风险呢 体现在两个方面 因为我们说呢房地产是由这个开发商 由我们银行 还有我们普通老百姓 共同参与的 那么银行呢 在这个当中就起到了 相互协调 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金融风险的两方面体现在哪呢 第一就是呢 如果风险加剧 那么开发商难尾楼增加 银行呢 是收不回来这个开发商的欠款的 那么导致到银行大量难尾楼甩给银行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老百姓在买房子的时候 还贷款 还不起了 那直接呢 就把房子扔给了银行 最后呢 房子成为了法拍房 银行呢 它是一个金融机构 对吧 它是以放贷为主 然后呢 薄利多销 通过利息来进行盈利的 要这些土地 要这些房子 根本没有用 要了以后呢 还要进行长时间的消化 那可能到最后呢 自己都消化不掉 但是呢 我们说到的之前 就是呢 一直在调控 对吧 从2016年开始 我们提出了房住不炒 然后呢 紧接着在2017年到2018年 来了一波涨价去库存 涨价去库存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调控 怎么调控的 当时呢 一二线城市 这个住房的需求 还是比较旺盛的 比如当初炒的比较火热的 燕郊地段 对吧 外地人疯狂的来这买房子 但这些呢 明明都不是刚需 就是为了能够买房子赚钱 于是乎呢 把一二线城市的一些地方呢 进行限购 限售 限贷 对吧 不让你在这买了 但是呢 那个时候 所谓的三四线城市 房价处于一个平稳期 大概呢 就是三四千块钱的水平 而且呢 三四线城市的房产交易量不高 然后呢 金融属性相对来说 比较弱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一二线城市完全的进行调控以后 包括呢 开发商 包括呢 普通的老百姓 都把目光瞄向了三四线城市 因为它属于是一个价格挖地 首先呢 就是大的开发商 我们说的呢 比较知名的一些开发商 先后呢 进入三四线城市 在三四线城市拿地 三四线城市在当时城市化率呢 发展的比较缓慢 并不高 不缺的就是土地 于是呢 这些土地 基本上都在短时间内 大量的出售 然后呢 一夜之间三四线城市 开始了加速城市化的一个进程 那么紧接着呢 就是一二线城市的人 发现现购现出现待了以后 来到三四线城市 进入投资房产的交易 这些房子 根本就不是因为 人口流入到这里 要在这里生活 在这里学习 而是在这里买房子 以低价 等待时机换高价 套现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2017年到2018年 三四线城市的房价 好像在一夜之间 由原来的三四千块钱的水平 涨到了万元的水平 时至今日 即使是大的开发商撤了 即使是这个炒房客走了 但是房价 现在呢 却高居不下 仍然一万多块钱的一个平均线上 坚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负债有多少 再加上呢 我们说一些不可抗力因素 三年的疫情 对吧 让老百姓呢 收入减少 甚至有很多人负债 再加上高额的 这个还贷的一些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老百姓是有压力的 好了 从2020年 我们祭出了很多大招 来调控楼市 首先针对开发商 有三道红线 对吧 开发商呢 走的是三高模式 拿着钱不当钱 只知道疯狂的拿地囤地 根本呢 就忽略了当下的资金问题 给了三道红线 这个开发商老实了 给了银行两道红线 那银行呢 也不是疯狂的往外放贷了 也不是呢 什么资质都往外放贷了 算是呢 收敛了一些 好了 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呢 在二手房方面 给了二手房官方指导价 对吧 你超过这个价格 那么我们的交易 是交易不了的 对于新房呢 有三年不准上市交易 五年不准上市交易 这么一个限制 所以从2020年以后 这两三年 我们房产的交易量 开始下降 我们房屋的销售面积 开始下降 开发商拿地的金额 在开始下降 整体来讲呢 这两三年 我们所有的这个 整体的交易 全部在下降 看似好像房地产 回归到了以前的 那种稳定的模式 但实际上不然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房价涨的时候 有太多的老百姓 被套入了进去 而且呢 在2022年的下半年 为什么我们的 所有的调控政策 全部放松 比如说呢 这个首付降低 是吧 贷款的利率降低 在今年呢 又更进了一步 对吧 认房不认贷 存量房利率 全面的打折 这一切的一切 都表明 房地产的金融风险 在加剧 房地产真的没钱了 可是时至今日 我们说到 这么好的一些 鼓励买房的政策 出来了 包括我们的 存量房利率 也下降了 为什么老百姓 对于买房的热情 还是没有那么高呢 为什么在以前 每一年呢 都会有购房的 黄金周期 比如说金三银四 金九银十 对吧 这也是相对来说 两个买房的高峰 包括呢 年前和年后 都是交易的高峰 可是现在 我们根本都看不到了 好像这种呢 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了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需求 没有被释放出来 很多都是因为 被调控控制起来的 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为什么不能够允许 开发商自主降价呢 那你想一想 在之前呢 开发商手中 囤了大量的土地 对吧 没有消化 而开发商呢 在很早之前 就把土地进行了抵押 然后已经套现了 拿地了 现在呢 想要建房子 后续是没有资金建房子的 但是我们说之前呢 房子又牵扯到太多了 已经购房的老百姓的利益 那如果呢 你现在稍微降点价 以前的脑业主 是不允许的 也是不同意的 可是这就陷入一个矛盾的进队 第一 你降价 有人不同意 但是你不降价的话呢 你自身又难救 老百姓又没有把多余的钱 进入到楼市当中 所以呢 应该允许在一个合理范围之间 让开发商自种降价 然后呢 进行现有土地的建设与销售 然后呢 把这个债务风险降到最低 那如果呢 没能够降到最低 最后呢 就会出现爆雷的情况 这种例子还少吗 那第二个方面呢 还是要从一些监管方面来讲 之前呢 我们就看过报道 对吧 有一个人买房子 他实际上呢 已经把全款给了 售楼处 正常情况下 按照预售的模式 我们把全款给了 在一定的时间阶段内 开发商就应该联合不动产中心 给你出这个预售合同 要知道呢 要想办不动产证 那么预售合同呢 是必须要有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可是呢 售楼处却推三阻四 然后呢 不给这个购房者呢 出预售合同 总之呢 一拖就是好几年 最后呢 能到有条件 去办不动产证的时候 才发现 这个钱 根本就没有到位 那么肯定就出不了 预售合同 也就是说呢 这个钱被挪做了 他用 但是中间又缺少相应的监管 机构 所以呢 导致到资金不明不白的流失了 没有做到专款专用 时至今日 现在呢 还有很多的难尾楼 还有很多业主呢 和开发之间正在解决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开发商提前把之前的专款拿走了 用了 用于购买呢 很多的土地 但实际上呢 又没有资金回流 所以呢 导致现在的这个房子无法进行建设 那么你想一想 这中间到底是谁挪用了这笔钱 到底是谁在监管这笔钱 所以现在呢 这个是极不完善的 那我们呢 大家都做一个简单的散发 按正常我们做生意 对吧 你去批发市场 进了一点水果 你的成本是十块钱 加上运输啊 加上摊位啊 又加了五块钱成本 那你的总成本就是十五块钱 对吧 那么我今天早上一早上卖了三十块钱 那么我就赚了十五块钱 但是我也知道最低的底线 就是我要卖到十六块钱 这样呢 我最起码保证我是赚的 不会赔 那房地产也是这么一个模式 开发商呢 从这个地方政府手中啊 近拍得到土地 对吧 那么开发商呢 在联合银行 在联合民间融资的机构 在联合呢 这个老百姓的购房款啊 共同的这些资金呢 用于把这个楼盘建设好 在规定的期限 按照原来的标准 交房 那么呢 我们核算自己的成本 然后最终定一个价 对吧 也就是我们的售价 往外卖 老百姓呢 能够得到房子 银行能够得到利息 民间机构能够得到利息 开发商还有的赚 还有充足的资金 去拿呢 下一块地 那按正常来讲呢 这个模式是非常好的 可是为什么突然之间 开发商就没钱了呢 还有这么多的难账呢 就是专款没有做到专用 那如果呢 能够在未来的一个建房模式当中啊 我加紧就是完善这种 专款专用的模式 我相信房子绝对是不可能出现难尾的 还有呢 可以从第三个方面进行转变 就是改变现有的销售模式 我们说过呢 现在的这个房产销售模式 是从当初的这个香港已经过来的 对吧 这个就是预售 当时大家都没钱 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 把钱集中一起 把房子先盖起来 老百姓拿到房子 银行赚到了利息 开发商呢 有了充足的资金 还可以为城市 为国家做贡献 其实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但是现在 在当前大家都不缺房子的一个情况下 在当前房地产发展如此之快的年代 这种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房地产销售模式了 正常呢 我们应该觉得变成这个现房销售 以及取消掉公摊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 他是非常考验开发商的实力的 因为想要做到现房销售 那就要保证从拿地到建设完房子 这两三年之间 开发商的钱必须是充足的 一般的小开发商呢 是基本上承受不住的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部分钱是由开发商来想办法掏的 而不是之前 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了预售以后 我们把钱全部给了开发商 那这个时候呢 开发商有了实力 那基本上在建房子的一种情况下 就不会呢 出现难尾 那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去买房子 对吧 房子已经建好了 当我们今天看中这套房子 买了今天就可以马上把不动产制办下来 对吧 我们不可能再出现难尾 我们也不可能买了一个不存在的房子 至于呢 公摊的取消 就说明了我们实打实的面积就在这 多少就是多少 作为消费者 作为购房的这种大宗商品 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花的明明白白 可是我们现在买房子 很多账目啊 实际上是不清楚的 对吧 比如我们讲的这个公摊面积 啊 我们按照最低的这个均价来讲 对吧 那这一栋楼 那这一个楼盘 那这开发商下面所有的项目 你想一想 能多出多少平方来 又能够赚多少钱 对吧 这是一个消费的账目 还有呢 我们说到最后办证的时候啊 最终呢 这个预售合同上的面积和最终不动产镇上面的面积 对吧 是有差距的 我们一直实行的是什么呢 多退少补 对吧 如果你的不动产镇上的面积多了 你还要补差价 如果是少了 那么开发商要退给你钱 但实际上你想过没有 房子都已经建完了 为什么会存在误差呢 对吧 这其中的猫腻又有多少呢 如果能改变现有的销售模式 以及取消掉供摊 那么我相信 老百姓还是愿意买房子的 即使说在我们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 潜在的这种需求和购买力还是很多的 我们的人口红利惯性仍然还在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